嗨,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到这一期维多的频道 今天呢,我想和你们聊一聊我和生命的重建这本书的故事 我是怎样发现它,怎样通过这本书的力量和路易斯海生前的很多的功课 帮我改变了我自己对于我自己的认识 那如果你已经关注了我一段时间呢 你大概已经知道在这个频道维多主要教大家的是 吸引力法则和生命的重建结合起来的使用 那吸引力法则讲的是thoughts become reality 你的思想会变成现实 那生命的重建路易斯海主要是要教大家如何像小孩一样 刚生下来认为自己是完美无缺的 你爱自己身上的每一个部分 你甚至爱自己的便便 你可以小的时候在自己的便便和尿不湿里滚来滚去的 还非常开心的这种爱自己的状态 那我发现路易斯海生命的重建这本书 真的是生命当中的偶然 我在四月份的时候去意大利旅行的时候 当时我已经有一个习惯是听喜马拉雅上的一些self-help book 那self-help大概意思就是自我重建 去学一些个人成长的各方面的书 当时呢我有听Tony Robbins 有听Johnson Terrell 还有听一些Ted上面的speech 还有Simon Sinek等等一些讲怎么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 但是我一直没有听到类似于有一个人 他会用非常耐心非常和善的方式教你如何爱自己 当时呢我在听Johnson Terrell You are a bad asset making money 就是你是一个很能赚钱的厉害的人 因为我想当时修改一些我自己关于金钱的看法 当这本书放完了以后 喜马拉雅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的就自动连播了生命的重建这本书 当时就是一个下午 我正在收拾我的行李 有西洋从当时在意大利租的那个Airbnb的公寓里面射进来 就觉得整个是暖暖的 突然听到路易斯海的声音 他就在说 我们的信念决定了我们身边吸引来什么样的现实 别人是怎么对我们的 我们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事业怎么样 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怎么样 我们的恋爱生活怎么样 等等等等 都是取决于我们的观念 而我们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 接下来他的这些章节当中又不断的在剖析 为什么我们会经常会觉得自己不够好 经常嫌弃自己 经常否定 经常怀疑 经常不爱自己 挑自己毛病的 这等等一些的来源 接着他又教我去做一段一段的练习 帮我逐渐的重新爱上自己 可以说从那个下午开始 再接着在意大利旅行的几天 我一有时间就会听生命的重建 因为就好像是活了这么多年 没有一个人去专门教我如何爱自己 所以我完全能够理解 当你们发来信息跟我说 非常感谢我 让你重新爱上自己 我当时就是有一种自己被拯救了的感觉 所以为了加强这种看法 为了加强我爱我自己的这种感受 当时我是在喜马拉雅上听 原生的英文书 就一直在听 一直在重复的听 一直在重复的听 只要是我在化妆 我在做饭 只要是不用动脑子的时候 我都在努力的吸收这本书和路易斯海 散发出来的能量 当我逐渐意识到这些练习 但我逐渐意识到我那些自己的限制性的思想 比如说总是认为自己不够自律 认为自己不够好看 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吸引力 可以让你的男朋友总是在你身边 觉得非常的有新鲜感 非常的刺激 或者是说我总是认为 雅钱又不长在树上 我如果不出生在一个有钱人的家庭 赚钱一定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等等等等 最主要的就是我会因为自己的一些行为 把自己和比如说消极的 或者没有自知力的 或者说一些负面的标签联系起来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个是我不爱我自己的表现 当然在做了路易斯海的很多的练习以后 我发现就连减肥减不下来 就包括豹食这一件事情 总是改变不了 都和他说的我不爱我自己的根源 是息息相关的 一旦你认识到了是你自己在你心里面 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小朋友来对待的时候 你能够意识到自己对自己说话的态度是多么多么的恶劣 就明明我们在三岁以前习惯了身边的人 对我们的看法 对我们的讲诚机制 如果说当时你处在一个必须要表现好 他能获得爱的奖励机制下面 那很有可能你现在经常做什么 你都会给自己的是有条件的爱 你没有办法做到说 无论你怎么样 我都爱你 我会支持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而不是因为你没有做社会想让你做的事情 所以你认为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 慢慢的这本书就改变了我自己的很多看法 我发现自己之前之所以对于自己的外表 对于自己的身材不那么满意 是因为我看到了太多的社会上面 媒体上面的网红模特明星的样子和身材 所以我会在不考虑任何背景支持的情况下 把自己去和他们做比较 那肯定没有他们 首先说是没有他们的基因 另外是没有他们日复一日的在饮食和锻炼上面的控制 我是不可能一步就达到他们那个样子 但是当时的我因为没有理解到那一点 所以就会很打击自己 就像在评论区里面留下评论 或者是伤心的感受的你们 不过就是我们片面的去比较了我们的外表和身材 拿自己和你能看到的最好的最高层次的人去比 就好像是你现在迫切的想赚钱 然后你去看一下比尔盖茨每天赚多少钱 你当然会觉得自己很没有用 可是你没有考虑到他背后去付出了什么 或者他背后每天的习惯是什么 如果我们去做的话多多少少我们也可以达到这样子的目的 但是我们不看这些 我们就只知道自己比不上别人 自己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他现在的成就 于是我们就会在心里面一直打击自己 说一些很难听的话 于是你心里面的那个小朋友就每天活在你自己的自我否定当中 路易斯海在这本书里面还说过一句话 你生命当中出现的很多的问题 仅仅是你不爱你自己的外在表现的分支而已 我们所谓的你爱的人不爱你 或者你想赚的钱赚不来 或者你的工作你并不喜欢 但是你为了赚钱还要接着做 又或者是你的人际关系除得不尽人意 别人总是喜欢虐待你 嘲笑你 讥讽你等等 他说只不过就是在你心里面 你不爱自己的外在表现 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你们给我的留言会说很多个方面你不满意的东西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们是你不爱自己的表现 但是如果你没有看过路易斯海的这本书 你可能会觉得维多是在敷衍你或者是在堂塞你 用一个可以以偏概全的或者用一个症状可以 或者一个根源可以治所有的症状你会觉得这样可能是不靠谱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用心的去听维多的生命的重建或者如果你英文的基础比较好你可以最建议你去听路易斯海自己读的生命的重建 你会意读到在很多的事情上你是多么习惯的去认为自己很渺小认为自己很没有能力 所以你就一直在压抑自己的创造性的天赋 拿我来举一个例子 我自己在做up主 就是一个需要我去毫无顾忌的不可以压抑自己创造天赋去表达的过程 如果说你们看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更新 就代表我这段时间又要去做爱我自己的功课了 就代表我又特别的重视别人对于我的看法或者这个视频的表现 取决于它的播放量点赞量转发量等等对我自己的影响 取决于当我的感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别人对我的看法 而非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肯定的时候 基本上这个创造性的过程就被直接扼杀了 因为当我没有肯定我自己 当我不爱我自己 当我没有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天才的时候 任何创造出来的内容都会有交揉造作 或者想要成功 只看结果而忽略过程的嫌疑 所以尽量的我的每一个视频我都想让你们看到 维多在最肯定自己最积极的状态下 能想对对你们表达出来的内容 因为我认为这才是最对你们有意义的积极正向的引导 不管你现在是在给别人上班或者是自己学习等等 如果你在做一些有创造性的思考过程的时候 请你最最重要的是每天观察自己的思想 去考虑今天有没有给自己足够的肯定 你在思考你想要完成的一个任务的时候 你是更偏重于别人对你的看法 还是你真的只在乎你想要表达什么 你内心里面最最想要让你的受众接受的是哪些内容 只有当你做后面这一项 只在乎自己心里面最重要的内容表达出来的时候 你才最有可能收到最大程度的共鸣 你也最有可能最大程度的影响和感染别人 也用他们这种肯定的态度去创造他们想要创造的东西 我在维多之家的这三个微信群里面 经常和大家说的是爱自己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千万不要轻视了或者忽略了 在你看生命的重建这本书之前 我们大家都是活在一个社会的 大部分是负面消息或者负面的形式去抚养我们 所以当你经常被批评或者经常被挑刺 只有这样你的父母或者你的老师才认为 你能够更好的时候 很难我们会坐下来尽心的去想自己今天做了什么好事 做了什么值得未肯定的事 我们更多的时候会想如果我做的是对的 我们就不用再去考虑了 我们就只要考虑自己还有什么缺点 然后就去改正就好了 但是这样子的思维的模式会带来的直接的影响 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在看的都是自己的缺点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从来不看自己的优点 你觉得你的优点都是理所应当的 而你天天挑自己的缺点 你觉得你身上的缺点很多 改正了缺点 你才能日渐变成一个完美的人 你仔细去想一下 就好像之前你想一下给你一串葡萄 有的人呢 是先挑这串葡萄里面大的吃 所以他吃葡萄的过程非常的愉悦 直到他吃到最后一刻 他都一直在想 呀这里面这个大 呀这里面这个大 我的葡萄磕磕都很饱满 可是有一些人吃葡萄的时候 他先从小的 从干瘪的 从上面有虫冻的葡萄开始吃 于是他一直都在挑葡萄 哪里有问题 哪个葡萄小 哪个葡萄难看 我先吃哪个 于是他吃到最后一个的时候 还是觉得这个葡萄有问题 他从始至终没有享受吃葡萄的过程 其实这不就是我们人生的过程吗 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习惯了别人去挑毛病 别人去挑你的负面的不好的行为 而我们忘记了对自己的肯定是有多么重要 你就想一下这个奖励机制 这个奖成机制一点都不公平 因为他们只挑你不好的地方 你好的地方从来不说 这样子的话 我们怎么可能去形成一个正向的 一个有益的 可以培养自己茁壮成长的行为模式 看完生命的重建 我还很能够理解 为什么很多人说 自己不够自律 没有意志力 意志力薄弱 自制力差 自控力几乎没有 或者你制定了一个目标 经常半途而废 或者你无法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总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饱 很大程度上就关于我们对于自己的态度 我们给自己贴的标签 有的时候 过去发生的事情 我们会把它联系成为 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如果你过去制定的计划 你没有按时完成 或者说这样的情况 发生了好几次以后 你可能从心里里面 给自己的打分就会很低 你可能以为自己就是一个 没有自制力的人 但是现实其实是 可能你制定的计划 本来就是很枯燥乏味的 因为这个社会很少说 我教你呀 我带你用一种有趣的 有一种 我带你用有趣的 好玩的方式 让你去进步 我们这个社会经常让你 要去刻苦学习 要去努力工作 要带着 work hard play hard 什么都是hard 或者说你做什么事情 都要觉得很tough you must be strong 等等等等 没有人告诉你 do something with joy with fun 有很多人学英语的时候 觉得哎呀 好痛苦呀 我不知道怎么学 每天被50个单词 哎呀 我坚持不下去了 我应该是一个 很没有自制力的人 其实呢 委托和你们还没有讲过 我在学tough的时候 闭关了两个月 在没有上任何辅导班的情况下呢 120分的卷子 我考了109分 第一次就考了109分 我的学习的方法并不是真的去看托福的书 噎噎的看 当然了 这些我也有做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用我喜欢的生活大爆炸 我去背台词 背台词的程度 就是我不用看它的字幕 我只要听 我知道它说的是什么意思 而且每一个词 我都可以拼写下来 尤其是和托福有关的学科的词汇 我都是这样记下来的 因为我喜欢Shawden 我喜欢Leonard 我喜欢Penny 所以他们说的每一句话 我是带着乐趣去学的 我把它们当成我的朋友 所以我才有耐心 把托福相关的词汇学下来 而不是靠所谓的那一点点自制力 所以不管做什么 真的都是有乐趣的方法 让你既可以爱自己 又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目标 所以在我的频道呢 我真的希望可以把那些 在我目前做的好的 或者有好的经验的地方和你们慢慢的分享出来 包括健身也是一样的 在我刚健身的一开始呢 我会告诉自己 你看看谁 看看哪个名模 比如说看Victoria's Secret 里面有一个叫做Candice 国内应该是叫他唐糖 那他的腰就是这样的 那当时就会觉得 啊我的腰为什么不是这样 我也想变成这样 然后看他每天怎么运动 所以一开始就会制定 第一天我就做30分钟的油氧 30分钟的拉伸 30分钟的力量 第二天我就blablabla 然后就去找一些YouTube上面那些 看上去很能够燃烧热量 但是又累得要命的运动 就其实你做的时候是 反正我做的时候 我是没有什么乐趣而言 我只知道自己很累 自己出了很多的汗 第二天呢身体很酸 虽然做完了以后很爽 但是每一次要去做之前 我都要动用大量的意志力 去告诉自己 OK It's time to work out It's time to look like someone 但是我没有乐趣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目标 不管是什么计划 都真的很难执行下去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经常会出现 练了第一天到第七天的目标 会有一天说 哎呀好累啊不想练 结果第二天的时候 哎呀我真的还是不想练 你看我啊好累 那第三天还是不想练 到后面的时候 这个计划就会被我 完全的忘到脑后面去 直到后来发现 哎之前练的这些成果 好像消失了 就会有一种 泰山压顶般的自我否定 压到我的心上 就会说自己为什么 这么没有自治力 明明安排好的计划 为什么没有去实行 当我这样去否定自己的时候 那种消极的 不想去锻炼的情绪 就会完全的控制着我 我就会觉得自己 活在自己创造的乌云之下 所以不管怎么样 今天的视频是想告诉你们 用生命的重建 去先自己 去爱自己 当你爱自己的时候 你不会用那些 看上去很辛苦的 很枯燥乏味的方法 来帮你达到 你想要的目标 包括我做这个频道 包括你想去减肥 学英语 学你的考研的专业 等等等等 或者你的工作 请你用爱自己的方式 去找到 让你可以快乐 让你可以忘记 你的目标的那些事情 你只要关注于 你每天在做的事情 就好像我之前 看了一个 YouTube上面的视频 他说目标 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 就想象一下 你想种一棵芒果树 如果说你真的想让 这棵芒果越长越大的话 一开始你种下种子 你去好好的浇水 给它施肥 这些东西看起来 一点都不像芒果 但是你每天做的这些事情 如果你是带着爱 带着奉献的精神去做 终于有一天 它们会长成芒果 而当你天天想着 芒果芒果芒果 芒果在哪呢 芒果在哪呢 怎么还不出来的时候 你却忘记了去浇水 去施肥 去给它爱 那么你这棵芒果的 小树苗根本就没有办法 在你的帮助之下 越长越大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 我们把目标看得太重了 我们都忘了自己 每一天应该如何爱自己 如何鼓励自己 达成你想要的样子 而且再去想一下 目标到底是你的起点 还是终点呢 我们会有很多个 不一样的目标 其实说白了 是你人生的 努力的 不一样的阶段而已 所以不管你的目标是什么 请你带着乐趣 带着我爱我自己 带着吸引力法则 它会让你吸引来更多的 可以帮助你 快一点达成你目标的 人和事和物 我希望你们在和我的 这个历程当中 也能够每天都记得 我爱我自己 我真的很爱你 你真的很棒 你超级有创造力 你真的很美 大家都爱你 我也爱你 好了 感谢你的观看 我和你呢 就在下一期的视频当中 再见了 拜拜